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周菲珍 播出的日期是3月4日 47名攬炒派政棍發起和參與上年民主派35家初選人士 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他們早前在大前翌 即3月1日 去到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出保釋申請 但被控方反對 辯方律師經過3日的保釋陳詞還未完成 有至少10名被告和他們的代表律師 今天會就他們的保釋申請作出陳詞 負責這個案件的國安法指定法官和總裁判官蘇惠德 他們就會作出決定 今早8點多 仍然有小黃人繼續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排隊等候聽審 繼續喊港獨口號 上一條影片質疑這些小黃人是否不用上班 星期一都可以這樣排隊 去到星期四還見到這班小黃人排隊 我就明白了 這個可能正正就是他們的工作 哈哈哈哈 雖然一班小黃人不停叫囂 不過大家看看有了國安法之後 很明顯分別很大 再沒有搞出黑暴事件 為了有公平的審訊就要等到法官有了裁決才可以評論有關保釋的內容 否則就有機會會對審訊帶來負面的影響 一班的被告也可以利用這一點 就說他的審訊就有不公平 受到影響 所以就去上訴或者翻案 所以我們都要忍耐一下 不要變相幫助他們47個攬炒政棍 因為法例對報道保釋程序是有限制的 我重新無意影響法官的裁決 所以我只會就我已知的新聞和庭外的觀察去和大家分享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喊爆有炒糧家傑猶豫的楊岳橋和譚文豪 和大家分析一下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有什麼影響 而前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楊岳橋的師傅湯家驊都罕有地表態 他講了什麼我都會和大家講一下 當然大家都不可以錯過庭外一班藍炒派政棍 在荔枝角收押所出來的精彩畫面 很多記者為了和我們捕捉這個精彩畫面 他們都要長時期守候在山坡 為了他們致敬當然我們一定要講一下 精彩人生當然不少得精彩畫面 我會和大家分享大家不可以錯過的精彩畫面 大漢奸和小黃人一直致力抹黑中國暢衰香港 要求外國勢力介入 甚至乎要求外國進行杯葛行為 到目前為止 這班大漢奸和小黃人都可以說 都有點成績 其實這班大漢奸小黃人搞那麼多事 現在又有BNO移民 大家說受苦的是哪一個呢 就是這班想去到英美澳家 到處成家的小黃人他們自己 更加是害了一組移民到外國的海外華人 今集我就會用兩件國際事件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開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昨天晚上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還有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 幫我聽來的看法 亦希望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 黃媒和嵐派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我仍然就在聯合國編會發言的內容 配置字幕我都努力中 大家如果想收看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陳詠欣日常 Jofie Daily的頻道 追漢陳詠欣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fie Chan 同人論證 洗什麼驚 有句說話 就是好人一生平安 但黃人一面對審訊就很不健康 面對35家攬炒派涉嫌違法的初選 他們被控寸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一班攬炒派相計說自己不舒服要送丸 早前有長毛和楊雪瑩 昨晚有周嘉誠和岑澳輝 希望他們可以早日康復 面對審訊 原定在昨天會就保釋申請有裁決 不過突然之間 公民黨四子楊岳橋 譚文浩 郭嘉琦和李宇信 炒了他們的同黨 梁家傑由於 即是不用梁家傑再做他們的代表律師 而且他們更宣佈退出公民黨 不要忘記楊岳橋更是前公民黨的黨魁 而譚文浩也是現任的副主席 是否罵了 是否想省律師費 因為我覺得不是 律師費是可以眾籌的 一班黃政棍黃壯棍 當然深明這個道理 過去兩年都眾籌不少 根據報導就可以看到 炒了梁家傑之後 他們就進行自便 其實一般的刑事案件 如果有信心自便的效果會好些 其實平時上庭都可以自便 而楊岳橋 譚文浩 郭家傑自便到哭起來了 他們自便的內容我們不能討論 因為受法律的限制 就我們已經知道的報導 我想說 其實也是楊岳橋自己說 樓案底可以令人生更精彩 而這個案底令到他們 人生更精彩 為什麼要哭起來呢 楊岳橋如果不是因為昨天哭起來 我真的會以為他在收押所 在享受精彩人生 事關有記者拍到 在3月2號9點45分左右 楊岳橋離開荔枝國收押所的時候 他就向崖上的記者 做出心形的手勢 比心心 應該是在收押所過精彩人生才是 為什麼上到停又哭起來呢 如果是因為有機會過精彩的人生 而開心到哭起來的話 也是合理一點 但是很明顯不是 看到楊岳橋不單止言行很不一致 連他的情緒也很不一致 前公民黨四子集體炒梁家傑魷魚 集體自變之後 很多人都跟風要求作出補充陳詞 所以總裁判官蘇惠德 決定將案件押後 今天再繼續聆訊 拖到那麼長 有很多西方媒體 屈說法官故意刁難 又或者說法官失職的 《紐約時報》就說這一輪的起訴引發了大家對香港法院能否保持司法獨立 起了質疑 又在屈說是北京對司法機構施壓 但事實是怎樣呢 我們從報導看到 其實就是撞棍在玩程序 而一班被告又不停在說要求自己層次 所以令到審訊比原定時間要長 見到公民黨四子又或者前公民黨四子 他們集體退公民黨 炒梁家傑魷魚 前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 現時行會成員湯家驊 都罕有表態 湯家驊在社交平台分享了頭條新聞 有關前公民黨四子退黨 以及終止要梁家傑代表的新聞 然後他就說 是世事難料 是禍是福 自有天意 當年刻意讓位 想不到最後竟然是這樣收場 相信湯家驊也在說 他不做新東立法會議員 讓位給楊岳橋 楊岳橋在加拿大修讀政治 2003年也到北京大學修讀法律碩士 梁家傑在2004年 第一次參選立法會 在2007年 參選特首的時候 楊岳橋也有份助選 在2001年 楊岳橋正式加入公民黨 第一次參選就是同年的區議會 最後就選不到 因為當時沒有黃血饅頭 其後再加入新界東支部 本來準備在湯家驊手上接棒 但在2015年 湯家驊突然宣佈退出公民黨 也辭去立法會議席 引發2016年2月新界東的補選 楊岳橋在苦戰下當選 開始了從政路 到2016年9月 楊岳橋成功連任 更加出任公民黨黨魁 直到去年 人大常委會決定 二次DQ了楊岳橋後 他才不再擔任法會議員 和大家簡單說了楊岳橋的從政路後 大家可以看到湯家驊懂得懸崖辣馬 楊岳橋越走越錯越踩越深 楊岳橋曾經的意氣風發 如今情緒爆發 等著受刑責 我想和大家回顧一下 在去年差不多這個時候 大約三月份 那麼上一段時間 楊岳橋有多意氣風發 我們去片看 如果民主派在九月 是有機會獲得35加 公民黨的態度是什麼 說到底是五大訴求 怎樣可以透過把握議會的多數 去實現五大訴求呢 具體而言 如果林鄭月娥 是不會改變她的時間表 十月初 理應選後第一個最重要的立法會事務 在宣誓之後 就是處理行政長官司政報告 林鄭月娥理應在施政報告那裡 正式面向香港人 面向著選舉的結果 回應五大訴求 落實五大訴求 而如果她做不到的話 公民黨是會 跟她不客氣 簡單而言 以後政府的每一個法案 由施政報告 她不能夠回應五大訴求之後 由施政以後的每一個法案 財政的撥款申請 財委會的撥款申請 我們都會否決 這個也是一個莊嚴的承諾 而直至去到三月的 財政預算案 如果林鄭月娥仍然是不願意 有任何的退讓的話 我們也都會義無反顧地 對預算案投反對票 也都希望能夠促成35家 一起否決這個預算案 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呢 根據基本法50和52條3 如果我們立法會拒絕 通過財政預算案 其實行政長官是可以解散立法會的 重選之後 如果再次否決完的預算案的話 行政長官必須辭職 所以 這一件並非小事 也是非常非常嚴肅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希望的就是 我們現在有言在先 這個是我們公民黨向大家作出的承諾 也是為什麼 我們回頭 為什麼這次登記做選民如此重要 我們希望再次呼籲所有合資格的香港人 登記做選民之餘 也可以的話 登記自己所屬的功能組別 那部片給大家看 不是想跟大家說究竟楊岳橋應不應該入聚 而是想大家看看有沒有留意到 當中都有梁家傑 雖然梁家傑沒有作為候選人參選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 在上年公民黨攬炒初選的記者會 都有梁家傑和郭榮鏗的身影 而且影片還看到 由尤尖旺區議會副主席余德寶 所以說審完這55家的攬炒政策之後 下一批應該到有份參與舉辦 甚至借出他們用公帑租的辦事處 用區議會的權力協助搞35家違法初選的稅議員 就像余德寶一樣 還有有份協助的其他黃人就像梁家傑一樣 借出辦事處和協助搞35家違法初選的稅議員 能否入罪都好看現在這47個攬炒牌的官司 究竟的進展會如何 國安法第22條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罪 說明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都是違法 如果角色大的話更加最高是無企圖刑 即終身監禁 而國安法第23條就是任何人先動 協助教唆 又或者用錢又或者其他財物 去資助其他人實施 這條法例的第22條規定的反罪 都是違法的 情節嚴重的話最高可以判處五至十年的有期徒刑 而情節較輕的話會判處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所以梁家傑和那些稅議員都好好的準備 沒得天天洗澡 要退黨保平安和上庭情緒爆發的精彩人生 如果他們畏罪著草的話 好像許智峰一樣 他們又要想一下 人在異鄉其實都不是很輕鄉的 因為他們有份一手造成 他們一直致力抹黑中國唱衰香港 令到排華情緒升溫 黃人如果要著草移民就拿苦離身 特朗普的白人優先政策 再加上疫情 煽動一些反中的情緒 攬炒派又不停在外國唱衰抹黑 也跟著特朗普一起叫武漢肺炎 因為外國人分不到亞洲人是哪個國家打哪個國家 就好像我以前英國讀書他們真的見到亞洲人的樣子 都以為是中國人 也正如我們不知道西人是哪個國家打哪個國家 因為反正都是西人 所以我們香港的攬炒派政棍再加上西方政棍 他們在煽動反中的情緒 其實都令到不少亞裔人士受到牽連 令到針對亞裔美國人的仇恨個案顯著增加 有受傷的也有賠償性命 換言之不單是海外華人 海外亞裔人士都多得特朗普和一眾的小黃人信徒不少 相中的女士就拿著他爸爸的遺照 他爸爸是一位來自泰國85歲的退休審計師 事發的經過都被閉路電視影低 他只不過在街上走著 然後被一個白人很大力地撞到地上 最後因為腦出血就過世了 有關閉路電視影片我都會放在我的會員頻道播放 這名亞裔85歲的老人家事件 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因為都有團體做了統計 在去年3月19日至12月31日 總共錄得2808宗 美國本土發生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個案 當中有七成是口頭滋擾 但也有8.7%涉及身體的襲擊 紐約亞裔美國人律師協會早前發表了一個報告 關注對紐約亞裔美國人的仇恨和暴力個案上升的趨勢 報告也說到美國針對亞洲人的仇恨個案的數字 其實都是被低估了 因為有很多受害者都不敢出聲 也不敢追究 美國職業籃球員林舒豪在上星期四 即2月25日都在社交平台發帖文 林舒豪說作為一個亞裔美國人 也不代表他沒有經歷過貧窮和種族歧視 林舒豪說作為一個有九年之力的NBA球員 但這樣並不代表可以保障到他在球場上沒有被叫冠狀病毒 反映了美國種族歧視有多嚴重 所以如果小黃人現在想去英美澳加成家 以為這樣可以逃避香港攬炒的後果 但其實去到外國都要承擔惡果 日子都不太好過 我就覺得黃丹和梁仲恒都是一個人版 除非小黃人很有信心自己會有很大的成就 要帶到獲獎飛星國際 這樣西人就爭著認你是西人 最近在2021年電影金球獎成為 第一個獲得最佳導演的亞裔女性 華人導演趙婷被外媒 由華人物成是美國人 因為他成名後被翻出之前接受過的西方媒體訪問 上年趙婷接受過澳洲傳媒的訪問 提到現在美國已經成為了他的國家 另一篇報道 即是2013年刊登在美國電影雜誌《Film Maker》的文章 就說到趙婷被問到為何會拍攝一出和美國原住民有關的電影的時候 他就解釋說他在中國成長的時候 整個國家充斥著很多謊言 這篇文章就說到當趙婷發現自己一直吸收的訊息是假的時候 從此就釀成一個叛逆的性格 兩篇訪問就引發了討論 引發了討論之後兩篇訪問都作了調整 美國電影雜誌刪除了相關的報導 而澳洲傳媒就作出了糾正 為了和大家尋求真相 我就和大家追看澳洲媒體的原文 原來趙婷被問到電影以外人的國度去看美國文化 趙婷就說因為他沒有負擔 也沒有感受到歷史的重擔 終究不是他的國家 因此他覺得他比較容易觀察到美國朋友的反應 趙婷就說到美國終究不是他的國家 英文就是and it's not my country ultimately 但是澳媒起初將這一段寫成and it's now my country ultimately 將not寫成now 事件揭發之後澳媒就改回 但又真的非常離譜 就算讀音是不正的 將not讀成now 看上文下理也不會說美國終究是他的國家 但是可以看到如果你有成就的話 那些西人就爭著營利 成就是說金球獎 所以小黃人就不要發夢 西方媒體好像《紐日時報》 很多都稱呼趙婷是美籍亞裔導演 趙婷的繼母也是內地著名演員宋丹丹 他就說理所當然 趙婷就是中國女孩 趙婷得獎後宋丹丹也就是趙婷的繼母 透過微博就說趙婷就是他們家的傳奇 相信趙婷的故事就會激勵無數的中國孩子 而且宋丹丹就說趙婷選擇了一條他們不看好 只能夠尊重的道路 今天就去到別人的主場和別人比拼別人的強項 拿到這樣的應可 創造了這樣的紀錄 真是我們中國人之光 為我們中國人爭氣 我覺得從兩篇的報導訪問都作出了調整 就可以看到趙婷的立場 很明顯趙婷就不是認美國做自己的國家 他沒有不認自己是中國人 在歧視這麼嚴重的美國 這麼男士主導的行業 因為趙婷就是歷史上第2個女性 得到金球獎最佳導演這個薯榮 所以充分證明了他的努力和天分是揚威國際 為我們中國人爭氣 《環球時報》就趙婷是中國人 還是美籍亞裔 都為趙婷作出了澄清 證明之前無論趙婷有沒有批評過中國也好 《環球時報》都有為趙婷發聲 我覺得這樣都說明了 中國不是不給批評的 趙婷就算真的有說過 他在他成長的年代收到很多虛假的訊息 但現在到他長大後再回家看看 相信都會有不同的體會 而且最重要的是趙婷的批評 都不是要顛覆國家政權 和35家攬炒派很不同 《環球時報》對趙婷的取態 就是最好的證明 講到金球獎 講到浪跡天涯 講到趙婷 都是想跟大家說 如果有人說35家攬炒派被捕 代表著以後不可以有批評的聲音 大家看趙婷就知道 他或者都有批評過 但也或者沒有 但是沒有人在意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都喜歡我為你的選材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 告訴我你的體肺 也希望將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知道黃門和藍色派 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如果未訂閱我陳榮欣 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有下國際免費訂閱 開啟密的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看完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 留言 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榮欣 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下C first 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字幕廣告 Jodk Jofie Ch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